習近平口頭確定出席APEX會議 拜登或缺席 美國與太平洋島國舉行峰會 拜登提升戰略圍堵中共 攔截逃避征兵民眾 俄羅斯在邊境設立兵役辦公室 俄國男人打斷手臂躲兵役 普京罕見承認徵召有錯 自稱中國人台灣男挨鐵拳 流落湖北街頭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六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泰國政府9月28日表示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會出席11月 在曼谷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 但尚未確定美國總統拜登是否出席 外界普遍預期 拜習會將會在習近平11月 出訪東南亞期間舉行 會談地點可能是印尼巴里島的G20峰會 或是泰國曼谷APEC峰會期間 目前拜登已承諾參加11月15日到16日 在巴里島舉行的G20峰會 泰國外交部表示 習近平通過中共外交部長王毅 口頭確認參加11月18日到19日的APEC峰會 並通知泰國外交部長唐巴木威奈 泰國外交部還表示 尚未收到美國總統拜登的最終決定 泰美雙方正在協調 為拜登出席峰會尋找解決的方案 之前有報導說 白宮已告知泰國官方 拜登將會在G20會議結束後 直至回到華盛頓 由副總統賀錦麗代表出席APEC峰會 還有消息說 拜登將會參加孫女 Naomi Biden的婚禮 原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 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習近平之所以在二十大召開之前 宣布參加APEC峰會 可能是通過此舉釋放信號 消除外界對他能否連任的疑慮 這個預示習近平的連任勢作必得 但公開來表態的人太少 也沒有真正形成一個聯盟 不過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就持不同的觀點 他認為習近平這個時候表態 參加APEC峰會即是禮行公事 與他二十大能否連任無關 胡平指出 中共二十大選的是總書記 而習近平的國家主席身份 將會延續到明年三月的兩會 不能以此作為他二十大連任 是否坐穩的評判 在11月可能出現的拜習會之前 美國加強構建在太平洋地區 對中共的圍剿 9月29日 美國太平洋島國峰會 在華盛頓落幕 拜登宣布重要援助計劃 在太平洋地區抗衡中共擴張野心 並且重申 美國願意與太平洋島國 建立更密切的夥伴關係 在華盛頓地區抗衡 共有12個太平洋島國的領導人 和代表出席在華盛頓舉行的峰會 澳洲和紐西蘭就已觀察員身份出席 中共近年不斷在太平洋地區擴大影響力 今年4月 與所羅門群島簽署了一份秘密的安全協議 引發美國和盟友的擔憂 為了抗衡中共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 美國加緊與太平洋島國的合作 拜登政府的戰略計劃 包括向太平洋島國提供8.1億美元的資金援助 並且增加在太平洋地區的外交存在 俄羅斯侵犯烏克蘭戰局逆轉 俄軍節節敗退 部份戰線頻臨崩潰 俄羅斯總統普京9月21日發布部份動員令 試圖扭轉頹勢 官方聲稱30萬人將會被徵召上戰場 引發俄羅斯社會恐慌 大量俄羅斯人出逃國外 《自由時報》引述外媒報導 在不到一星期內 已有大概19.4萬人出逃 根據國國官方統計 逃往哈薩克的大概有9.8萬人 逃往喬治亞的有超過5.3萬人 逃往芬蘭的也有4.3萬人 另外也有大概3,000人逃去蒙古 連日來在俄羅斯和鄰國的邊境 逃避徵兵的俄羅斯人排起擁場的隊伍 另一方面 莫斯科當局近日開始在邊境設立徵兵辦公室 強行攔截徵召的對象 綜合案媒報導 這些想逃離俄羅斯的民眾 選擇乘坐汽車、踩單車 甚至是步行 試圖穿越邊界 俄羅斯和喬治亞接壤的地區 北奧塞梯宣布進入高度戒備狀態 並表示 應該為那些已經排了好幾天的隊伍的人 帶來食物、水和其他援助 在喬治亞一邊的人 亦致願提供水、煎和其他物資 為阻止俄羅斯人逃脫徵召 普京在同鄰國的邊界要道 設立徵兵辦公室 俄羅斯通訊社報導 與喬治亞接壤的北奧塞梯 限制很多車輛進入喬治亞領土 並且過景點設立徵兵辦公室 部分傳媒發布的照片 顯示一輛黑色貨車上寫著兵役辦公室 Yandex Maps資料顯示 27日通往喬治亞和北奧塞梯邊境附近的交通車籠 長達大約15公里 喬治亞內政部亦證實 自上星期以來 已有超過5.3萬名俄羅斯人進入該國 哈薩克邊境亦出現很長隊伍 俄羅斯獨立新聞傳媒 Mandeusa 報道揭露 在芬蘭邊境 完善的俄羅斯地區 亦設立了一個有關徵兵的檢查站 29日12月22日 菲蘭外交部長哈維斯托29日宣布 停止向俄羅斯公民發放簽證 禁止俄羅斯遊客來芬蘭觀光旅遊及過境中轉 芬蘭之前一直未同意完全禁止俄羅斯人入境 即將合法給俄國人的簽證數量大幅減少到一成 而另外 4個與俄羅斯接釀的歐盟成員國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納陶宛和波蘭 從9月19日開始 已禁止所有持短期神根簽證的俄羅斯遊客入境 但在俄羅斯大幅徵兵及啟動對烏克蘭四個被佔領區的吞併行動後 芬蘭的立場明顯轉變 俄羅斯發佈部分動員令 聲稱徵召30萬人上戰場引發空前逃亡潮 無法之出逃的俄羅斯人為了逃避上戰場當炮灰 有俄羅斯人唯有採取自殘方式 一段影片顯示一名俄羅斯男人找人幫他打斷隻手 那男人的手臂被鐵錘錘打了後 站在身忍著痛說不出事 過了一陣發出痛苦的叫聲 有民眾說這真是太悲劇了我見到都背脊發糧 對於升級戰士 強行徵兵引發的恐慌及不滿 近日總統普京罕見承認俄羅斯政府 在運行他的草案時出現錯誤 試圖降低民眾對升級烏克蘭戰爭的不滿 紐約時報報道 29日普京在對高層國安官員的電視談話中指出 草案提出很多問題 而且必須糾正所有錯誤 以防未來真的發生 他提出包括有三個以上小孩的父親 患有慢性病或超過兵疫年齡的人等 上述人士被錯誤徵召而且有權延期 普京強調如果犯了錯誤 我再說一次必須糾正 那些沒有正當理由被徵召的人 應該被送回家 過去普京以果斷 好少承認錯誤的政治強人而聞名 經常將政策失誤的責任推給較低級別的官員 今次公開在國家電視台上承認令外界感到意外 分析認為此舉可以被視為他罕見 含蓄地承認他領導的政府在政策上犯了錯 而且俄方高層也借此有意控制公眾對普京的不滿聲浪 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 澤波羅烏、赫爾松、頓涅慈克、勞金斯克四個州進行入俄公投 27日正式結束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29日向外界表示 普京會在30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條約簽署儀式 正式宣告基於入俄公投高達9成5 贊成的結果 將烏東四個州拼入俄羅斯版圖 普京將會發表重大演講 並且接見新任行政首長 對此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痛跡根本是一場鬧劇 歐美國國、歐盟等也紛紛表態 絕對不會承認毅公投的結果 並且認為就是因為俄羅斯在戰事中節節敗退 普京打不下去才會加快毅公投腳步 想複製克里米亞模式 結束令人難堪的戰爭 不過外界擔憂 下一步恐怕有戰士升級的可能性 指出俄羅斯自認為烏東四州是俄國領土 烏克蘭軍隊持續攻擊 普京就有正當理由發動更殘酷 更大規模的自我防衛 甚至動用核武 對此澤連斯基完全不敢大意 29日晚上 總統府發言人尼基羅夫對外表示 已經召集國家安全和國防委員會 在30日召開緊急會議 令外界推測整個俄烏戰爭恐怕已經來到關鍵的決戰 中共對台灣的統戰滲透 令很多人受害 一名走去大陸鼓吹兩岸一家親的台灣男人 因為沒有健康碼 被困在湖北街頭感到絕望 小湖北的港澳台同胞真的很不友好 我沒有健康碼 他一定要有身份證才能認證 所以我是台灣人 我沒有辦法有健康碼 那我要怎麼住酒店 我打給街道拜疫情廣告中心 都沒有人知道說 這不會他們管 那歸誰管 一名台灣男子素甫說 沒有健康碼 包括住宿等所有公共設施 都沒有法子進入 現在流浪街頭 唯有拍影片發去網上 希望得到幫助 不過有民眾發現 一名自稱台灣人的男人 經常在網上發聲 配合中共統戰說詞 曾拍短片說自己跑出台灣 還叫佩洛西不要來等等 之前也有一些台灣知名藝人 接受中共統戰 移居上海等地 在經歷了殘酷封城之後 紛紛撤回台灣 沒多久之前 還有一位自稱要放棄台灣 免費醫療 入籍大陸的台灣女網紅 因為在大陸罹患癌症 遭遇到入院難 和缺乏醫保等困境 有民眾表示 中共的謊言宣傳 迷惑了很多港台民眾 希望上過共產黨鐵拳之後 能夠清醒過來 不要再聽信中共所宣傳的 所報導的所謂中國故事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裏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就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Channel 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下星期見 請大家訂閱